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社团法人对外关系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走向国际拓展视野实现梦想 在台北市长角万恩的见证下 台北市青年局局长英伟与社团法人对外关系协会会长林永乐 完成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角万表示台北市青年局6月1号成立后 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推动青年国际交流合作 因此青年局率全国各县市之先成立国际发展科 今年9月前往美国访问期间 青年局方面更积极推动国际实习合作计划 除了今年已经有哈佛大学学生到府实习外 明年暑假更将邀请普林斯顿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州大学等知名学府学生 到台北市政府及青年局实习 我们跟包括 Princeton大学跟MIT 还有跟费城 UPN我的母校 谈了合作 所以在明年的暑假 我们就会邀请 这些国外的学生 来台北市政府 包括青年局实习 透过实习的计划 他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台湾 了解台北市 那也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有机会可以跟国外的学子 有更多具体的交流合作 所以今年我们其实就已经邀请到了 哈佛的学生 来台北市青年局实习 有三位学生 他们都收获很多 所以我在9月到哈佛 演讲是他们也来 除了听演讲 然后也代表他们这一次来台北实习 他们有非常丰硕的成果 也都非常的开心 那另一方面 青年局其实也推动了很多的计划 包括到费城跟World Affairs Council 到费城市政府 去谈很多合作 所以未来我们不止在青年的议题 实习计划 我们让青年共同发想很多怎么样解决市政的议题 我想这些都是让台北能够强化跟国际的连结 让台湾真正被世界看见 青年局局长英伟进一步表示 目前正积极推动海外实习计划 希望在对外关系协会协助下 能开拓更多海外实习机会 协助国内年轻人培养国际视野 提升全球竞争力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新的年度当中 力推成为全台湾的所有的地方政府当中 第一个来推动海外实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政府跟局处 那如果能够成功 我们也希望是能够可以在各位的帮忙与指导之下 帮助我们开拓更多的海外实习的可能性跟机会 而这恰恰是现在台北市年轻人非常热切的需求 前外交部长现任对外关系协会会长林永乐 也很肯定台北市政府对于国际交流 与青年事务的高度重视 希望协会与青年局共同攜手 在青年与国际交流合作上达成具体成果 这个国际交流 其实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对外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跟青年局签署 这个合作备忘录之后 我们能够逐渐的会有一些新的具体的合作项目 能够开始来进行 2013年创立的社团法人对外关系协会 主要由外交界人士组成 讲完期盼借助对外关系协会的专业经验 让台北市青年局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全力推动各项国际交流事务 加强台北市与世界各地的连结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迎接2025年 台北市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元的观光活动 在台北旅游全攻略说明会中 邀请旅行社旅馆等业者参与 推出超级优惠促进观光双击 台北一年四季有非常多活动 台北市观传局透过说明会宣传给大家 年初是节浪漫的杨明山花季 还有台北灯节花瓣野餐开启户外生活序幕 接下来海玉季绣球花季台北开斋节 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 让民众精彩游玩不间断 那当然明年的生效是12年 那我们的灯节也会以舌来运转为主题 从明年2月2号星期天开始活动 一直到2月16号 一样是在星期天活动结束 那除了台北灯节的正式活动之外呢 为了增添过年期间的气氛 营造出一个喜庆热闹的光环境氛围 还会从1月24号开始 提前在灯区打造出一个张灯节彩的城市光朗布置 一直到灯铁结束为止 是2025年的花瓣野餐的活动 这个活动啊我们预计会在明年3月份的中旬呢 会在大安森林公园举行 那它不只是一个野餐活动 我们除了希望可以鼓励民众呢 就是喝家走出户外 来一起呢就是亲近大自然之外 另外还有许多有趣的体验活动 像是小朋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双语说故事 还有像是呢饲养宠物朋友们呢 最喜欢的呢就是宠物订立赛 那另外就是呢 明年的这个活动的规划呢 我们有一个就是配合双北市壮运的这个活动呢 我们也会提供许多运动项目来让民众做体验 明年的这个活动 我们还规划了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我们想要请呢家中的这个长辈 也就是阿公阿嬷呢 都能够来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 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会规划一个就是 三代同堂的户外摄影棚体验活动 希望可以呢来帮助民众呢 捕捉这个全家出游的一个 就是珍贵的画面 我是鼓掌王朱荣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海域记跟绣球花记 那海域记跟绣球花记 其实在它的前身在主持 那其实是农业生产的 然后其实在七十年代之后 慢慢转型为观光农业 所以也发成为现在的珍贼湖 跟珍贼湖海域记跟绣球花记的这个产业 那其实我们去年就是跟海域记 跟绣球花记也一起来合办 那现在台北市成为 它是我们第三个休闲农业区 那占地面积大概有96公顷 那台北市最大的 纯白海域田就在我们北投朱志湖 这个是我们台北营与伟澳的一个地点 2025我们最具代表性的活动 就是我们的台北灯节 那这个台北灯节已经打出了一定的口碑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朋友 像去年创造了500多万的这个访客 那所以我们今年会继续努力 让这个花节 让这个灯节可以做的 让大家可以惊艳 那另外我们公园处的台北的花季 其实从阳明山开始 一年四季都有 那明年上半年也有很多 像海域节 绣球花节 还有杜鹃花节等等的 其实非常的多 那另外我们在四月份 也会有一个开灾节的活动 然后有全民的野餐活动 所以明年上半年的活动 也非常的精彩 那欢迎好朋友们都到台北 到走出户外 到每一个地方去参加 我们每一个精彩的活动 除了多元大型活动 和丰富的自然景观 台北还拥有超过四十处的 室内常管景点 像是台北101 松山文创园区等 还有北市双层餐车等体验 搭配便利的交通系统 与优惠票券 四处游览经济又实惠 我们今年从十月开始 来介绍明年上半年活动 就是希望所有的旅行业者 旅馆业者 还有有在办旅游的朋友们 都能够知道台北明年的活动 详细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那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办这样一个说明会 那如果不方便到现场来 即使在我们台北旅游网上面 就可以查到我们的旅游年历 在年历上就可以看到 我们台北一年四季 所有的重要活动的内容 那所以我们也欢迎朋友们 可以到每年的十月 或每年的四月 来参加我们说明会之外 可以随时来看 我们台北旅游网上面 即时最新的讯息 因为这么多的活动 就是希望带动周边的一些 商圈的热闹 那所以我们其实 透过这个活动来的 包括我们的旅行业者 旅游业者 那甚至还有一些重要的 一些观光的业者 让他们可以参与这个活动之后 知道这些活动 然后有一些搭配的活动 在我们办活动的同时 在周边一起来 推出比较好的 这个配套活动 让民众到台北来参加 我们相关的活动的时候 可以感到它的丰富性 还有多元 观传局举办说明会 盼洗手旅游旅速 与相关行业业者 共同推广台北观光 让更多人到访 乐游台北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迎接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 世壮运彩绘列车正式亮相 除了展现各种运动项目外 还特别设置世壮运的 金牌捷运手拉环 请启动 2025双北市壮运 进入倒数200天 彩绘列车正式亮相 除了有可爱的吉祥物壮宝外 车厢内部设计根据巧思 展现各种运动项目 像是网球 篮球 举重等 并与日常生活结合 更特别设计世壮运金牌手拉环 希望乘客在通勤途中 也能感受到运动的力量 与梦想的坚持 彩绘列车将行驶于 淡水性异线及板南线 乘客透过车厢内的QR Code 打卡报名 还有机会抽中壮宝吉祥物 这次的活动就主要是 透过我们世壮运的彩绘列车 然后跟我们世壮运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彩绘列车 我们要感谢我们设计师 真的很用心 我们跟日常生活 跟运动做一个结合 比如说刚才下一个车厢 有一个举重的 它还有一个大冬瓜 那还有整个炒菜 跟网球一样 都可以做蛮好的一个生活上的连结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活动 希望鼓励大家来运动 鼓励大家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 那刚好很难得 我们台湾的第一次 也是亚洲第一次的 世界状态运动会 在我们双北举行 那我们场地不只是双北而已 我们还有宜兰 还有桃园 还有新竹县市 有六个县市 69个场地之多 那我们希望民众鼓励大家 一起来运动 跟世界做接轨 然后也可以做文化交流 大家可以做一个城市的观光 也可以做跟国际 做一个蛮好的连结 我相信这个盛会 一定非常精彩可齐的 那希望说 大家一起来报名参加 世界状态运动会 最主要这个彩绘列车 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说 鼓励大家了解一下 市状态运在双北来举行 那这第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概念就希望说 大家透过进到车厢里面 很多的运动 其实跟平常的生活 是可以做连结的 可以激发你运动的习惯 运动的热情跟热血 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 两层中间运动习惯 也训练来报名 我们世界状态运动会 所以在每一个手把的 扶手上面 都可以看到有金牌 所以无论你在搭车的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像台湾之光一样 握着金牌 前进到你的目的地区 那我们也让撞宝的形象 在整个列车上面出现 不管是列车的外观 或者是窗贴 都可以看到撞宝的样子 甚至媒体朋友的后面 有孔形贴 孔形贴的话是 我们用一个比较创意的表现方式 去让每一个运动 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结合 像大家背面所看到的 那个是在厨房里面 炒菜的样子 可是为什么会炒菜呢 因为它就跟网球一样 它会需要一些巧劲 如果大家可以往后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设计上的巧思 其实我们车厢做了总共有三节的全包地贴 那这些地贴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运动有关 比方说像是网球的话 你就可以在地板上找到 除了网球以外 还有厨房的洋葱跟平底锅 那后面还有更多更精彩 上面也有整个网球在运动的滚机 所以希望大家在搭捷运的时候 都可以意识到 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成为下一个市状运的金牌灯主 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 执行长林哲宏表示 市状运结合运动文化 城市观光与国际交流 是台湾与亚洲首次举办 目前国内有超过2万5千人次报名 国外超过6千人次参与 最高零报名者为103岁 现在报名目前 一共2万5千人报名 那国外将6千多人报名 那因为他一个人报名的部分 他可以报最多三个种类 七个项目嘛 那目前已经3万2千多人次 已经报名在我们市状运里面来 真的不容易 所以3万2千比奥运会10500 比亚运会1万多 比世界大学运动会还要多 那所以我们战战兢兢希望把这样的活动 把它办好 也欢迎各界的一个外国朋友们来到台湾 然后喜欢上台湾 也蛮好的做一个所谓的台湾的行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报名还要送什么各位知道吗 后背包 还有运动毛巾 很大的毛巾 70乘以140大毛巾 还有运动水壶 还有纪念T恤 还有如果国外的朋友们来报名参加 我们来送他1200块 即祥物造型的游游卡 可以到处 到处我们可以坐捷运啊 消费都可以 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 我们报名结束到什么时候 各位知道吗 明年的2月17号就截止了 欢迎各位朋友们 鼓励亲朋好友一起来报名参加 这是台湾的第一次 也是亚洲的第一次 只要满30岁就可以报名参加 只要你对运动有兴趣 这个运动蛮好的 就可以养成你终身运动的习惯 而且如果你小时候 没有参加国序赛事 当不上国手没有关系 这一场的比赛 可以跟世界接轨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有 来自126个国家已经有报名了 这人数蛮多的 那希望说我们大家一起参与这个生会 双北市庄运将于2025年5月17日 至30日登场 无需选拔 凡年满30岁者 皆可参加 让热爱运动的朋友 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 同场竞技 记者林齐慧台北报道 癌症是国人十大死因之首 立法委员林俊宪 发起台湾癌症登月政策 促进委员会 攜手专家学者提出政策建言书 协助总统赖清德 实现在2030年将癌症死亡率 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 升迁台湾癌症登月政策促进文会 召集人的立法人林俊宪 与主委等人将政策建言书 交给卫福部代表 国民健康署署长吴钊军 林俊宪表示 台湾每年5万多人死于癌症 因此除了持续推动癌症预防检测 及早期诊疗外 更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临床治疗选择 让有需要的病友都能够获得 最有效的治疗 在总统的健康台湾的目标 包括第一 就是提升早期癌症的筛选率 这是总统 他指示了健康台湾的第一项 我们的目标 第二个 就强化基因检测 还有精准医疗 第三成立100亿的 癌症新药基金 等等重要症状 我们期许 总统的目标 在2030年 能够将癌症死亡率 减少三分之一 通过早期的发现 治疗延长患者的存活率 并且就 病人治疗后的后续照顾 医疗照顾 还有个案管理等问题 我们能够提供完善的 癌症存活的照顾计划 减少癌症 对我们国家社会所带来的伤害 对此 国民健康署署长吴昭君表示 未来首先从预防着手 提高国人健康势能 再就是加强早期筛检 明年筛检经费 将大幅增加到40亿元 谢谢赖总统 还有行政院的大力支持 那我们从过去 每年大概28亿左右的 一个筛检经费 那么明年编到预算里面 获得行政额外的支持 40亿的筛检经费 就是希望能够扩大 过去的五孩筛检 甚至于未来的 成为到了未来的 HP的一个筛检计划 所以整体来讲 我想国家在重视 我们整体早期癌症筛检的政策上 应该是有大适的一个 跨业的一个同样 台湾癌症登月政策 促进文会主委 台大医院癌症中心分院院长 杨志欣 呼吁国内投资发展建立 临床研发生态系 以支持癌症治疗费用 晚期会用掉很多钱 是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研发的 一个很好的生态系 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 为什么它有办法支持这么高的医疗费用 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研发生态系 当它研发的这些得到的产值 在回馈到医疗界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生态系 这本政策建言书提出 订定癌症筛检率成就指标 并逐年检讨 优先补强癌症治疗缺口 改善晚期癌症存活率 接轨国际完整癌症治疗选择等呼吁 林俊仙希望透过政策落实 协助赖清德总统实现2030年 将癌症死亡率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 共同打造健康台湾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性别平等办公室成立满十周年 汇集女性运动、多元性别、性别暴力防治等 民间团体与企业摊位 透过互动的环节 增进市民对女性权益保障 性别平等议题的历史与薪知了解 台北市103年成立全国第一个性别平等办公室 今年市府更积极与企业民间团体 透过公司协力 关注多元平等与共融的性别议题 也推动许多性别平等政策 涵盖生活、教育、就业、公共参与等 建立多元共融的社会氛围 今年适逢性平办公室成立十周年举办活动 表达许多单位在社会公益与职场 性别平等领域努力的感谢 其实在2014年3月7号台北市 我们成立全国第一个性别办公室 我们率全国之先也创造很多第一 在这里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市府同仁 特别我们性别平等办公室的性别委员 大家给予我们非常多的建议、协助以及大力支持 才能走过这十年有许多具体的成果 一直以来台北市我们算数过之前推动很多的政策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各个局处 其实都有性平友善的政策 上个星期六 我也跟同仁参加在台北市每年举办的 同志大游行也到我们性平办社的摊位 在我们产物市集当中也深受许多民众的喜爱 现场我也要谢谢同仁很用心地宣导很多性平的理念 其实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希望能够消除 因为性别所带来的任何歧视和不平等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特性 所以台北市我们不管是在去年七月 我们面对任何的性骚事件 我们成立了性骚防止专线 就是让每位受害者不再是一个 我们可以全力的协助救助 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投入 并且参与联合妇女机会委员会 让国际看到台北推动性平的各项具体成果 同时我们也推动很多包括刚刚看到各居住 连环保局 大家已经想不到 推动台北市全市性别友善的公策 我想这些都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来 我在上星期六也到我们性品办的摊位卸上 Love who you love Be who you are 爱你所爱做自己 我们希望让这样的理念 传递到各个角落 同时 当天我也感受到很深刻 台北市真的不只是升起彩虹旗 现场有很多外国朋友 特别飞到台北参加我们的同时游戏 有来自美国欧洲 当然也有来自日本 还有包括东南亚印尼 泰国等许多的国际友人 一起前来路上盛举 他们看到我们台北市政府升起长期 有的外国友人告诉我说他们很羡慕 他们也很感谢 当我们知道政府是市长的时候 我都顺及到我们的谢谢台北市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详细推动的性贫政策 所做的努力 所以这是一条永不停止的道路 身为台北市的大家长 我也会持续的守护大家的权益 守护这样的理念跟价值 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持续给我们建议 一起参与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持续 迈向下一个十年 甚至持续的永续下去 那最后我也跟大家分享 上个月我当美国 在哈佛有一场演讲 在介绍台北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台北市 我们推动性贫各方面的成果 特别台湾当2017年 成为亚洲第一个推动 会议平权的法案 但台北市我们在2003年 就举办了同事游行 现场所有的美国朋友 年轻朋友 学生 他们都非常的惊艳 也再一次对台北市 有更深的认识 感到骄傲 所以再一次的谢谢大家 十年有成 我们继续努力 这一条路 我们会持续走下去 活动回顾十年性别平等 亮点政策外 市府也邀请许多民间团体 与企业在市府大厅设摊 透过互动环节 增进市民对女性权益保障 性别平等议题的历史与新知了解 记者温君台北报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维护民众购买中药材的卫生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到台北市中药贩卖业的药商中医医疗机构抽验市售中药材 总共抽验53件产品 其中有一件台湾蒲公英被验出含兔儿菜的成分 原来是业者将外观相似的两种中药搞错了 秋冬季节到来民众会用中药材来补身体 但小心中药可能参了异物 台北市卫生局进行中药专案抽检 其中一件用来止泄改善肠胃不适和肌肉疼痛的中药材 台湾补公英验出清热解毒的兔儿菜 两者外观类似但功效完全不同 已开罚新台币3万元 这次总共抽验的三件除了依照中药材影片的标签及包装 因标示处理原则去查核标示以外 也针对品质进行检验 依照药材的一个属性不同检验的项目 包括有调材鉴定中金属二氧化硫 以及农药残留及黄渠毒素 金查核标示的部分是都符合规定 那在品质的部分有一件台湾蒲公英 经过我们的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 鉴定检验检出兔儿菜的成分不符规定 那已请来人所在地的卫生局进行查核标 卫生局表示中药材掺杂义物的情形 属药释法所陈列药医药释法规定 制造或输入裂药者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罚还 贩卖供应或调剂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罚还 那市售中药采的来源 来源不一而且万用的名称有差异 以致中药采有同名医物或同物易名的一个现象 甚至于有混淆物用的一个情形 因此基于民众用药安全的考量 药采的一个选择 必须要透过外观的一个检查 以及显微镜的一个间谍 来确认正确的一个机缘 才能够达到有效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疗效 中药采参杂义务 会依照药采法第21条 第三项属于裂药的情形 依照第90条 制造或输入裂药者 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罚还 贩卖、供应或调剂者 可依同法处新台币 3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还 卫生局呼吁民众 在使用中药材前可咨询合格中医师 或至卫福部台湾中药点 即图鉴查询资料库查询 以确保中药材的适当使用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导 秋冬季节 医疗用血需求量增 外华区饭店业者 与蒙甲服饰商圈促进会等单位 举办捐血活动 只要捐血就可以获得百宴自助餐 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的餐券 限量100张 捐血车上满满都是捐血民众 车子外面也有民众排队 等待捐血 这是万华区饭店业者 与蒙甲服饰商圈促进会等单位 举办的捐血活动 民众只要前来捐血 就送出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的自助餐券 吸引民众前来捐血 市议员郭昭炎也特别到场支持 其实就是商圈跟我们在地里的领长 他们都很热心 然后每一年都有举办 这样的一个捐血的活动 因为真的是捐血真的是救人 因为现在缺血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发起这个活动 而且是定期的 然后能够让我们周边的三家 还有我们来往的游客参与真的很棒 那今年很感谢凯达 因为凯达是我们在地的饭店 那他们除了这个饭店经营非常好之外 也非常的热心公益 那今天凯达也真的热情赞助 这样的一个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的自助餐券 那也吸引更多的人一起来 鼓励更多的来捐血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我觉得捐血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然后来这边 来这边的大家也都非常的棒 这样子 然后可以来这边捐血做公益 然后接着又来这边捐完血之后 又可以在服饰商圈里面走走逛逛 然后也出境了 也让各位认识了服饰商圈的一些服装 从上到下 一直以来我们商圈办活动 其实周边的店家都很支持 然后尤其是一些比较公司 像我们的凯达饭店 他也很全力的支持我们这一次的捐血礼品 然后也连续了两年都有参与了我们的捐血的活动 然后每次只要是他们 他们只要一出手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凯达的餐券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四年 然后每三个月捐血一次的这种活动 然后其实每次大概落在一百多代的话 其实已经破千了 然后如果以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角度的话 可以帮助到这一千个人 甚至说一千个生命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我们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后也会希望大家 可以一直来一起响应我们这个活动 然后有需要的话 也欢迎随时跟我们联络这样子 万华在地知名饭店推出的自助餐 相当受到消费者好评 因此饭店业者透过捐血送优惠餐卷的活动 以实际行动投入公益关怀 号召民众响应捐血 对我们其实已经为期两年 然后跟这个捐血活动一起响应 那我们捐助两人同心的免费券 也是希望民众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实际行动 来捐赠这个爱心 两人同心的免费券 我们主要还是以公益为主 那一方面是我们在 这个万华区已经算是就是还蛮有名气 那其实有蛮多里面都蛮喜欢我们的餐厅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这个里面呢 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公益活动 多多来我们餐厅走走逛逛 然后吃吃喝喝这样子捐血的同时 也可以补充体力 饭店业者结合地方商圈 积极推广公益活动 不仅打响饭店与商圈的知名度 更吸引民众晚秀一起捐血做公益 捐血有爱心 赞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迎接万圣节 台北市周美里万圣节奏秀讨堂活动 吸引了近千人参与 里内数十个社区与里长邱莉玲合作 布置充满风格的拍照区 并提供小吃及游戏传观等 让里面提前感受万圣节的欢乐气氛 不管是死神与南瓜小精灵一家 还是白雪公主配上黑马王子 又或者是超炫的钢铁人 及Q版蝙蝠侠与太空人 这些装扮既可爱又吸睛 这里是台北市周美里 正在进行万圣走秀与讨堂活动 今年吸引了近千位民众参与 让连续四年举办这项活动的 周美里里长邱莉玲相当感动 因为我们很多学子 年轻朋友都是从海外读书回来的 他们就觉得很怀念在国外读书的 这个情景 就跟我说里长我们是不是要办 这个万圣节活动 我说好啊你们喜欢什么 我们就是要迎合 年轻朋友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办了 今年是第四年 那也要我们五七一所有的社区 共同赞助 每个社区的赞助糖果 非常多的糖果 还有有些社区要准备游戏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万圣节 有小朋友打扮成真子 看起来就好像从电视里爬出来一样 他要选真子 因为很可爱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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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黑色 真的喔 他自己说他要当真子 他要当真子 对他想要当真子 所以你就把他真子 对 你觉得里长办这样的活动很大 很棒很好玩 这对拇指则分别装扮成电影的黑母女 及电丸的碧极公主 形成强烈对比 因为好歹是个漂亮的角色 对 那你小朋友呢 她是玛丽欧的碧极公主 对 你怎么会想要选碧极公主 因为我这样很漂亮 你有玩过她的游戏吗 有 还有麦当劳薯条姐弟也走上街头 超萌的模样 连市议员游鼠惠都抢着跟他们合照 为什么想要这个 因为弟弟只愿意穿薯条 只吃薯条 对他也喜欢吃薯条 你喜欢薯条吗 喜欢吗 要 什么吗 薯条 薯条 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 好玩喔 会不会很热啊 不会喔 还有资助人父子一起献身 对里长举办这样的活动直说很棒 那觉得你办这个活动怎么样 还不错啊 希望每年都可以有啊 不只帮小朋友打扮 不少家长自己更用心投入cosplay 像这位爸爸就把自己装扮成一匹黑马 以配合小朋友的王子造型 我是黑马王 黑马王子的黑马 黑马王子的那把 对 为什么要装成这个装扮 因为儿子是王子啊 我只能当黑马 我当黑马 其中还原度最高的就是这位林爸爸扮演的知名电玩主角 因为小朋友很爱这个角色 林先生自己动手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制作 成果让人惊艳 这个角色是什么 麦块 史蒂夫 史蒂夫 我儿子说这个最帅 花了多久的时间 昨天开始做的 昨天开始做的 对对对 花了大概一天 一天又一个晚上 感觉等一下这个猴灯好不好 这个猴灯好好玩 不过 我好热喔 立法员李彦秀也赞助南瓜桶给每一位参加的小朋友 台北市议员雀梅莎及游淑慧跟到现场分送糖果给小朋友 对于丘利林里长的用心非常肯定 是由我们五群 一群妈妈志工 然后Kathy代表 一起把大家召集起来 还有我们最热心 我们最漂亮的我们丘利林里长 然后办这个活动 然后每年越办越盛大 那我之前有来参加过 以前我在美国念事我就很喜欢这个活动 每到Halloween的时候都会在家里准备糖果 就会有人来Trickle Tree 不给糖就捣蛋 那牛奶阿姨却梅莎今天还有准备牛奶糖 还有小包的水果糖 来李长妹水果糖给大家看一下 欸水果糖 在这边 小朋友也都很喜欢这个 很可爱的 对对对对对 让大家有一个很开心的周末 这是我们中美里跟这个社区 一起办的万圣节活动 那万圣节虽然不是说 每一个地方都会办 不是 是一个比较没那么普及的活动 但是这几年来 内湖地区 有越来越多里长 会跟社区一起去办这样 那我们看到家长也非常热情的响应 你看很多小朋友 他们都租这个道具服 然后小朋友都办得很可爱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活动 让小朋友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街景 除了万圣节走秀 邱莉玲还与武奇所有社区合作 透过布置 营造万圣节惊悚又好玩的氛围 还有社区提供主题拍照区 胖卡车美食免费吃 及纸彩游戏送糖果等 让整个周美里社区既融洽又和谐 我觉得这种活动 可以让整个社区的氛围 更融洽更协和 然后我比较喜欢把欢乐带给大家 我很乐意 我们明年就算不当主委 我也会在推动 我们每一次的活动 一定要再继续办下去 明年赏社区是最热心的 花最多心血在我们这个社区活动 尤其是我们李许主委 他每一次的我们各项活动都非常的支持 我非常感谢我们李许主委 邱莉玲表示 中美里有在地出生也有心血加入 希望透过一连串的活动 凝聚所有里民共事 一起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万圣节快乐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 公司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第六座公司协力的后车亭启用 由市府与中华邮政携手合作 打造的行动邮车造型 让民众享受更优质舒适的后车环境 二一七堵邮局后车亭启用典礼大成功 我们掌声 政府和中华邮政公司协力打造这座 以行动邮车为造型的后车亭 正式启用成为七堵新的打卡热点 因为光后车亭大家后来觉得太单调了 那觉得可以加个邮政宝宝看起来会更活泼 因为后车亭整个感受是 我常说我定位后车亭是一个移动温暖的家 希望给每一个在基隆 就像刚才议长说的 也许我们车子不够准时 但是在这里等它需要有很大的耐性 看到一个漂亮的后车亭 一个温暖的后车亭 它感受会舒服很多 这也是我们希望在目前状况下 可以带给基隆市民的 原本老旧后车亭 变身乡型车 不但有车头车身轮胎设计 内部的设计也不马虎 其中典礼上 副市长邱佩玲邀请中华邮政公司 议会议长佟 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曾一芳 张耿辉 蔡旺连等人 共同见证 那这一座呢 是我们国营事业 中华邮政 基隆邮局 来共同公司协力来合作 我想也是一个国营事业 回馈社会的一个典范 非常谢谢我们邮政总局 基隆邮局 以及副市长 还有我们本会的各位议员同仁 大家共同的支持 让我们城市美学的改造上面 再次的一个提升 那公司协力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再次谢谢所有参与的人 因为有你们 我们又多了一个亮点 启用典礼前 副市长邱佩玲也稀署 这一路走来 要感谢各界协助 从设计到完工 过程相当辛苦 那个中华邮政的局长 他们在这里不断的 不厌其烦的跟我们开会 顺到最后都说 设计师可以在上面签名 用这样的方式 希望可以造成一个 更漂亮的后车铁 每一件工作 从来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都是集大家的力量 大家的智慧 市府这一边的指导 还有我们基隆邮局这一边的配合 我们终于决定用油车 以及用绿色这样子的一个意向 来做规划 灯光方面也特别的加强了 就希望说以后 除了说可以提供一个温暖的地方 让民众可以后车之外 也可以变成一个很有趣的打卡点 这一次的合作真的是开过很多次的会 而且我们礼拜天跟昨天都还有在做补强的工作 整个在整个合作的过程里面 真的非常感谢副市长还有市府的这个团队 给我们很多用心的指导 七堵邮局前出现一座绿色箱行车 看似行动邮局 但其实是一座新的后车亭 出席典礼的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正义方张耿辉蔡旺连都忍不住 在新的后车亭前拍照打卡 我希望说我们怎么样把七堵 把基隆活起来 老旧城市就是必须要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那这个邮局 刚好在邮局前面 那也很感谢我们基隆邮局非常的支持 把这个真正的一个具象呈现 我想非常的新鲜 也让我们市民在等候公车的时候 能够体悦到一个 除了市中观车之外 而且在这边等候亭 也可以享受他们 好像到搭的一个 邮局的那些转车一样 我觉得非常棒 大家都知道 以前就有的公车厅 他除了建物比较老旧之外 而且灯非常的昏亮 那现在整个做改变调整之后 这个夜晚的灯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小朋友不管是放学下课 或者是补习下课 经过是很安全的 并不会让人家害怕 他现在做的这个好像 有一个目标 好像这是邮局 就看到 看到一个邮局 做的还不错 他会想说进去做 就会变成一个打卡点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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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说刚刚走到这边 想做公司还会想要去打卡 市政府过去一年来 已经成功和多家企业 合作任养多做后车亭 位于7度邮局前的后车亭是第六座 正式启用 又是一件公司协力成功模式 市政府打造城市美学 希望提供民众舒适的后车环境 记者黄少民 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为了要提升结婚率 基隆市政府特别恢复一项辩明措施 11月1号起 只要民众提出预约 就可以在周六到护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 欢迎结婚的新人多加利用 为了提升结婚率 过去因为疫情而停办的一项辩明措施 基隆市政府特别恢复办理 为了便利新人办结婚登记 民政处护政科表示 从11月1号起 只要民众提前三天到30天内进行预约 就可以选在周六上午 到护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 对于平时忙于工作的民众来说相当便利 就是工作组他们都要上班 连礼拜六也要上班 他们可能会找其他的时间来预约 提供让他们也结婚登记 这个是一个什么讲便名的服务 我们是可以用打电话的 还有现场的 还有就是网路的 还有传真的方式 电话也都可以来办理 所以那礼拜六来的时候 就是把一些证件带过来 他有关的准备的文件 就一定要到当事人的身份证 印章还有户口名簿 那我们来办的话就是要有两个成年人的亲自签名 结婚书约 办好结婚登记 还可以利用各户政事务所精心打造的结婚拍照专区拍美照 为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们从去年一月份 我们处长 我们张处长他就在规划 就是到今年九月 我们三个户政事务所 还有四个办公室 也都全部都完成这个被盘的 这个 还获得很多 大家来照相 结婚的啦打卡啦都会来这边 由于目前不婚不生的状况 已经是台湾面临的国安危机 因此市政府明证处表示 希望借由各项辩明措施来提升结婚率 进而减缓少子化的问题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的引戒下 北巡吴府玄德公透过23周年庙庆活动 特别捐赠救护车给基隆市消防局 让社会更加温暖 画面上是安乐区五圣街的 北巡吴府玄德公23周年庙庆活动 特别邀请到常乐国小的小朋友来表演 让现场的气氛相当热闹 这次庙方特别举行爱心活动 包括救护车的捐赠 以及捐血公益活动 北巡吴府玄德公表示 他们长期在地服务 希望透过爱心活动让社会更加温暖 我们的委员跟我们的工程 那我们的工程 再加上我们的生活 助理大众所换来的精神 跟精神时间 还有造就今天 在神的王爷的指数下 才真的一个 我们主导的一个救护车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很辛苦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也更谢谢我们的 所有的委员 不管新救委员 23年来新的救护车 大家所付出的幸福 劳累 我们都一直在说 那 无论我们生的豐富的 付出的再多的幸福 还来不及我们的消亡弟兄 更辛苦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消亡方面 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所以说 能够借着这条救护车 能够帮助更多的 需要救援的人 谢谢我们的集团 谢谢你的管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 善心的人士 包括我们公主 以及各界 尤其是公庙的各界 一直在基隆 都捐赠这个所名 救护车 以及一些小房的 装备车辆器材 才能够让我们在工作之余 能够精进一些 专业技术 让我们的救护 能够搞得更好 那救护 其实它就是在 道院前的紧急救护 主要是因为 玄德公是我们 安乐区内辽里的 信仰中心之一之外 那这是他们 23周年公庆 那也剩这个机会 捐一台救护车 给我们的消防局 我个人很认同 而且很高兴看到 这样的异局 因为消防局 在这次的救灾里面 居功胜伟 如果没有消防局 如果没有环保局 如果没有公务处 跟所有居公所 甚至国军兄弟 甚至北北陶 台中所有的好朋友 来帮忙救灾的话 金融的灾情 可能会持续更久 但是很高兴的 到目前为止 只剩下零星的救灾户 那佩祥在这边也承诺 要跟市政府一起 协调中央的资源 来帮我们所有的救灾户 尽快的恢复原状 然后也在这边呢 很高兴能够看到 消防局的作为 做到我们的一般民众的肯定 这个庙庆活动贵宾云集 包括北巡五府玄德公的委员 以及友好的公庙代表 还有市长秘书 议长秘书 跟民政处长张元祥 安乐区长简易者等人 都到场参与 为活动增添光彩 也肯定北巡五府玄德公 满满的爱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要如何制定好 基隆市未来的产业政策 并且协助大五轮工业区 成功转型 协助厂商拓展发展 并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呢 议长童子伟 听取业者的心声 逐步解决业者面临的问题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亲自开关玻璃门 体验最新式真空玻璃 比起一般玻璃 更能够直接降噪 30分贝左右的隔音效果 同时也亲手触碰 真空玻璃的隔热效果 相当惊艳 它入行已经在42度 里面是42度 里面42度 但外面是说没有感觉 这还是很难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专程到大五轮工业区参访 被童子伟称为 基隆冠军企业 专门研发生产各种建筑使用 最新式玻璃的 原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原章生产的玻璃也受到 全世界多个国家的喜爱 而包括国内台北 著名建筑桃珠影园的 栏杆及太阳能系统发电的玻璃 以及刚建好的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总行 都是采用原章生产的玻璃 童子伟也受到公司董事长 鄭文玉和总经理 鄭幻璋的热情欢迎 除了听取简报参观工厂之外 也了解玻璃产业的发展趋势 作为制定好基隆市 未来产业政策的重要参考 并且协助大五轮工业区成功转型 希望为基隆子弟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原章玻璃在基隆 其实是非常历史悠久 然后非常优秀的一个冠军企业 隐形冠军企业 其实就在我们大五轮工业区 那今天非常有荣幸 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总经理来 特别接待 让我们参访整个玻璃的一些 现在最新的卖动 其实我们的产业 你看传统的玻璃产业 逐步的升级到走到今天 有非常大量的建筑物的一些特殊需求 我们原章玻璃都做得到 其实都是由我们基隆做出去的 那我们刚刚跟郑董大概聊了一下 其实过去你看 从传统在我们基隆庙口周边 委托行的一个玻璃行 走到今天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架工厂 可以符合世界的需求 也走出世界 所以我们基隆市政府 应该有这个责任 让我们的工业区持续的 协助工业区持续的转型 让我们代表基隆市议会 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参访实际的了解 我想相信未来 我们在监督市政 跟推动市政上面 可以有更有效的 制定一些相关的方针 走过一遍工业区 你才会了解整个产业的脉动 然后我们在制定政策 产业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责任 来协助工业区的升级跟转型 让我们更多的基隆人 可以留在在地工作 然后支持我们的在地企业 我想是一个基隆市议会 非常重要的责任 今天非常感谢郑董 跟郑总 特别接待我们 也让我们参观 我们整个玻璃的制程 跟我们最新 然后最科技化的玻璃 原商玻璃也非常感谢 议长同志委重视在地 基隆玻璃产业的发展和趋势 也期盼同志委能够协助 如何增加大五轮工业区 以及六堵科技园区的土地拓展 让规划扩产的厂商业者们 能够跟流基隆继续发展 释出更多就业机会 并且协助向中央反映 废弃玻璃回收及再处理的问题 那我也是希望说 基隆的工业区 因为基隆工业区都比较小 那是不是基隆的工业区 能够再多做一些土地的发展 或土地的增加 让我们在地基隆的产业 会一直想希望在基隆 在地一直发展下去 我们是不想到 到其他地方 因为我们就想跟流基隆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政府这边可不可以协助我们基隆的产业 因为我们未来也希望在基隆 有更多的发展 也希望多支持我们在地的产业 那还有我也跟议长 报告我们在循环经济的部分 在非玻璃回收 也希望政府能够多支持这一块 未来太阳能玻璃也是会面临到回收的问题 那我们既然是基隆在地产业 我们也希望为整个台湾多尽一份心力 也希望我们自己先做起 把非玻璃回收这一块 也能够把它做好 也希望我们基隆在地的政府 可以多支持我们做回收这一块 谢谢 原章玻璃总经理郑焕章进一步表示 他们就是不想离开基隆 想要在基隆持续发展 但是在找适当的土地继续扩厂建厂的问题上 确实遇到瓶颈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周杜小军 又有人上当了 有钱要进来了 只要你干你 警察一定抓到你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 打诈新司法上路 严惩诈欺犯 骗越多关越久 最多关12名 罪重罚3亿元 提高假释门槛犯 三次不得假释 要让诈骗集团 想骗的不敢骗 已经骗的会被抓 骗到的没得花 守护诈骗被害人 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 有疑虑就打165 让政府来帮你 打诈新司法 加重刑罚 共同打诈 很棒 单框水手关灯还不够 换装LED灯泡 可以再生60%照明用电 清洁滤网 可以再生10%冷气用电 等下个多点 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 不 是为了留下 更好的世界给你 爸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以后 现身和投资群组 共同打仗